大家平安 今天新颜光进度尽到 以赛亚说第10章是5到23节 邀请大家可以坐下好好阅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要向你现象感谢 谢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阅读 聆听思想的话语 主帮助我们更深地渴慕你 明白你的心意 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现象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要来看 第20到23节的经文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 和雅各家所逃脱的 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 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 所剩下的 必归回全能的神 以色列啊 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 唯有剩下的归回 原来灭绝的是一定 必有公义施行 如水仗义 因为我主万君之夜 滑在权地之中 必成就所定归的结局 好 在今天读的这一小小经段当中 特别想讲到剩下的 逃脱的 这是那个渔民的概念 这其实有一点点 那个双重的意涵 又有负面意涵 也有正面的意涵 到那日 在历史上某一个时刻 神就介入神彰显 的确 因为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段当中 神已经定义要行这事 但是以色列家有剩下的 雅各家所逃脱的 这一群是神特别施恩怜悯保守的 以色列是上帝的百姓 但是这群百姓远离神 背离神 所以神也使用雅述来成为他们的管教 特别前面提到对上帝的审判领导 但是有一些逃脱的是在审判中间 但是仍然有盼望 所以雅各家不会被灭光光 不会被灭绝 万君之耶和华 上帝他会为自己留下一群人 因为上帝已经向以色列百姓的祖先立约了 对不对 好 这立约的内容是不可更改 但是当人犯罪远离神之后 神还是实行审判了 而且这边提到概念是 以赛亚是用上帝赐给他儿子的名字 表明上帝的信实 这是何等的恩典 上帝能力彰显在以马内利的神的救赎 耶稣基督最后就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 神他是公义的 他也是圣洁的 所以这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让人仍然能够得救 而且特别22到23节就提到 只剩下那少数的人 因为审判灭绝已经确定了 但是仍然会行公义怜悯 会存留下来 就是那一些分别为圣归神的子民会存留下来 我们会成为哪一边的人 原来以色列百姓人多到像海边的沙也如同神的应讯 但是得救的不过只是剩下来的余数 至高者他已经定义的事就是这样 因为神的百姓背离自己的罪 他们会遭受灭亡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哇 上帝是慈爱怜悯的上帝 据点 意思是说 我们要记得神也是公义审判的神 不要只有 哇 反正有上帝有恩典 所以我就尽量就犯罪 反正神会死你 不行 千万不要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确保自己是那被留下来的人 说不定我们就 在还来不及回看的时候 神的审判暂时领导 那我们也会如何呢 我们再来祷告 今天主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你仍然是公义师怜悯的神 你为了在你百姓当中圣洁分别为圣的人 仍然留下恩典 使他们得着盼望 主愿你亲自的圣灵来指教我们 让我们更紧紧的来跟随你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